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是2012年7月28号 12月半 按照既定的行程 我们这时候应该已经在和妈妈那家安养院吃午餐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儿 是因为安养院的主任告诉我们 心跳在100到120时间 我今天早上有去问过 他是从7月22号开始就超过了100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100到120时间 最高的时候有到120 那我们在这之前曾经有去看过新 前两天有去招过这个新电图 但是医生没有提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主任告诉我们一定要跟医生要的药 我们过去的话才好处理 这么这么年纪这么大 心脏跳得这么快 而且已经连续好几天了 要注意 那我今天来跟医生问的时候 医生说他们判定是电解值不平衡 那个 那个 看过那个钠 钠离子呢 在昨天是127 今天128 昨天钾是5.4 那今天是5.3 那钾离子呢 按照医生的讲法 它的正常范围在3.5到5.3之间 那今天已经进入这个正常范围的5.3 高标的位置 那钠呢 正常范围应该是135 我们现在是128 那他认为这个造成 心 心跳那么高 可能是 在灌石的 灌石的这个配方里面加的盐分不够 所以今天又加了3克的盐 那我想说 请他告诉我们 今天加3克盐 那原来 那因为原来那个 在医药师给我们的3章里面就有提到 说他们会在里面加小许的盐 可是并没有写它的分量 并没有写出它的分量 所以我就跟医生说 全部一天的量是多少 也写给我们 我们要的话才好处理 那 这是今天拿来的盐的 盐的这个 是要加盐 那三包 加盐三包 那已经吃了两包了 那这里是各一包 那我们准备在 刚刚是中午吃了一包下去 中午之前的盐 那个水 我水的时候就请他加半包 那后来吃牛奶又加了半包 那这个也是 那待会儿会慢慢慢慢给他加进去 到吃到今天为止 那 那 我的想法就是说 先吃完今天这个盐分次下去了以后 看心跳的数字有没有降下来 有没有恢复正常 然后 然后再看看心脏科 他会说会请心脏科来会诊 看看心脏科说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明天再决定 就是适合出院 那 这个 安养中心也是希望 不要一个老人家 心跳那么快 送到他们那去 他们也是很担心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 第二个问题就是 嗯 那个 在 嗯 我们看到在7月10号进来的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S光片 在病灾上面有写 啊 那个 在 右边的肋骨 有这个裂 有裂痕的状况 那我们跟医生 啊 请教以后 医生 拿出来 啊 就是 这一次 跟上一次 都是 嗯 都是 上次5月21号 入院的时候 就已有 这个状况 但是 当时是没有写在 那个病灾上面的 那 那 它看起来两个是一样的 并没有变化 那 那 它的解释是说 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 在 妈妈在某一个时点 有裂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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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己愈合了以后 就有 概化的现象 所以看起来跟别的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他们断定在 那个 第五股跟肋骨的 什么地方 有这样一个 啊 有这样一个 异常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在 那上面写 那 他说这个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 那 那 在临床上 我们看到看护 有说 他一开始跟他拍背 哦 他都会 有 那 有不舒服的那种 叫声 这样 那最近 拍背好像有不可以 最近两三天 因为我常看到 听到隔壁的病床 他们拍得很起劲 那现在我还听到 可是可能这边收音收不到 我的耳朵是听到隔壁 已经又在拍背了 嗯 所以 嗯 那 那 他会说是最近 他拍的时候 呃 原来是根本就不让拍背 最近是可以拍 但是最近拍背的时候 我也听到妈妈 有哀哀的声音 但是 那哀的声音并不是很大 嗯 那 我们隔壁 一床的 呃 那个 太太呢 呃 呃 那个 老妈妈的 家属 是从美国回来的 呃 呃 呃 一位女士 那她呢 她是她女儿 那她在美国的时候 也是在安养中心做会计 所以她对这些东西很清楚 所以她有跟我说 那像这种情况呢 呃 你去拍打 她如果那边曾经有旧伤 呃 你去拍打她 或者说你去呃 那一位啊 抱她的时候 如果碰到那些地方 她是会不舒服的 所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虽然我们的看抗是非常有经验的 但是她去抱她的时候 她会有不舒服的那种声音出来 嗯 可能在这方面呢 那我刚刚也去跟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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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这种现象 我们去抱她的时候 我们会去呃 呃 接近她 要帮她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就要呃 呃 要避开那些部位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她觉得这个 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 这样 所以若是这样的话 也许 就 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那然后我又提到说 啊 在 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 这病灾的资料呢 有很多报告的结果 呃 报告的数据都没有写在上面 那这个 那个 医师说 因为现在 现在 这个 啊 正式的病灾还没有出来 啊 一个月 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回来的时候 才会有正式的 所以现在 这是一个草稿 那很多东西都 还没有写上去 那她说 但是 送给这个 呃 送给这个 呃 呃 安养中心呢 这样的资料 已经绘绘有余了 她说 这样拿去就可以了 那 那 正式的要 要 要到时候才会有 那如果她是这样讲 那我们大概 可以 我不知道 可以怎样 但是说 内容方面 她会 把这些 报告呢 她会 再补充上去 嗯 刚开始就是这样 那 那妈妈今天 早上的状况 就是一直在睡觉 这样 那 那 我们也不太清楚 那 就是怎么样 那 正好 补充一点 小事情 就是正好 隔壁的 这位女士呢 她也正好是 软 那个 蛋 蛋 啊 这个 这个 不是不讲 ok 这样 是 那 是 那 那 是 那